你们自己讲讲看 你们有多少个现在还在关注频道 是因为他当时炎上 所以我关注他 我现在还在看他的频道 哪来了 哪有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就像一坨卫生纸烧起来了 火很旺 卫生纸就没了 意思是一模样东西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喵哈 我们今天要来玩一款新的游戏 叫做炎上事件部 那这也是指网路上的炎上的部分 那下面那边应该是什么 燃烧 萌萌 萌萌的 SNS 网路上的 那个偶像的 陨落 的一个 的 被遮住就大概是说什么 解谜游戏之类的 那么 其实 不满各位说 我现在已经录影第二次 因为这款游戏 有音乐版权 他用了一家 号称免费 但实际上 对他是免费给你用 没有错 但是他在YT要分享收益 但是 可是他没有讲错 我免费给你使用 但是我在YT上我要分享收益 简单的说 你可以用 但是我会从YT上面去收你的影片的费用 所以没有办法 我只能把他的声音开到最小 因为我本来是想要把它调到完全没有 因为你看一下他点进去会有一点音效的声音 这个如果也没有的话很尴尬 但是没办法 我可能就是变到我这边把音效调音乐条超级小 然后之后再后置音乐的部分 那我们就 至少从外有一个好处啦 我稍微有查了两个单子 哈哈哈哈哈哈 我没有两个单子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那还好这款游戏是可以重玩 应该是没差的部分 那我会尽量把我当时记得吐槽内容表现出来 你们就当做第一次看到 OK所以忘记我前面刚刚说 我已经玩过一遍的部分 哈哈哈哈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第一题是 主题公园的沿上 关于主题公园的 哎呦 我的人物 会挡到重要的部分 我如果直接挡在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可恶 好想把我放在放大镜后面了 OK 我把我放在这里 好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奇怪的放大镜 它为什么不能往旁边移动 而且 而且往旁边这样抖 还会跟我私人震动 哈哈哈哈 请问您舒服吗 哈哈哈哈 好像哪里怪怪的 哎呦 我们看一下哦 现在是这个最有话题的一个主题公园 在然后这个具有两个影响力的女子高中生 正在摄影中 这个公园的吉祥物是哪一个呢 兔兔 正解 啊这个用火烧起来的感觉超怪 我还以为是我选错了 这只兔子名称叫做 烏沙巴 那日文的兔子叫 烏沙几 然后它后面 一点 巴 就有点像是 可能它刚刚是主题公园吗 帕格 我也不确定 反正就是 你把它当做 巴 巴兔兔之类的 烏沙巴 然后有两个人正在和这一只公园的吉祥物拍照 那他们是在人气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叫做 玛丽 一个叫做 Miki 说真的 他们的名字超不重要 为什么还要再解释他叫玛丽跟Miki 而且很奇怪的是 谁啦 你好歹自衣服上画一个N或者是L吧 我突然发现他们的腿好危险 我刚以为他没穿 我没穿鞋子耶 白痴哦 这个两个人 对摄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兴趣 同时也是工作 这就是他们在自拍的部分吧 正洁 他们在自拍 选了最可爱的角度来拍 然后并且在那个 然后在这一个并排的木箱前面拍照 是目前最有人气话题的一个摄影的地方 然后他们有向他们的追随者去推荐说 诶可以来这里摄影哦 但是这个地方 啊嘞 这里真的可以摄影吗 摄影吗 不是不行吗 明明就有放着不可以摄影的看板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他们两个人拍摄时是以最近距离的自拍的方式 所以他们并没有拍摄到这里禁止摄影 所以不会被露线的 但是最后导致这两个人沿上的原因 是因为谁造成的呢 偷拍 诶不是诶 说真的 我觉得啦 今天他们都已经有自觉在这个地方偷拍了 那就已经是偷偷拍了 那突然看到旁边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这样子在拍 那你想也知道他拍了以后可能会上船之类的 这么近的距离 怎么会没有注意到怎么也没去上船之类的 就是不是 虽然不是教你做坏事啦 但是还是觉得很怪啦 哇 我在那个538就是刚刚那个兔子的那个名称 呃 那边遇到了玛丽和Miki在拍摄诶 这一个是一个来自他们的粉丝的女生 然后他在那SNS上面po出了这一个画像 但他同时也把那个禁止摄影的看板也拍进去了 那拍进去也有两个人在同时自拍的画面 所以这一个照片就在网路之间突然就是 呃 传了起来 所以导致他们也拍出了谢罪的动画 呃 动画 他们的动画的意思就是影片啦 诶 我觉得 他这个事情啊 在台湾啊 也是有的呦 就是你们现在看就是可能就是 呃 拍照一个 可能不算 就是 他是违反规则的东西是没错 我 然后 可是可能你会觉得 诶 怎么会这样就严上 严上搞不好会更严重的事情 可是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是该看中的 以我 以我这个圈子来说啦 可能比较小一圈我也不知道 那 以同人圈来说 我们其实现在呃 要能办场地可以租借我们场地的 那个场地越来越少了 尤其是小场越来越租不到场地 租不到场地的原因是因为就是 呃 我们就是有一些去场次的人 可能到制造太多的垃圾 或者是因为就是 太多的人潮管控的问题 然后有很多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 呃 有很多在外面的人 他们是cosplay 办的飘飘飘飘飘飘 然后会停在一个地点 可能要换装 然后可能要拍照 那他们就已经有点影响到一些 可能呃 当时在学校里面生活的其他人 因为大部分会租借的地方都是学校 所以其实有一些学校已经不太 愿意外界同人场 那最近就刚好呃 上前几个礼拜吧 GJ那边嘛 台中那边就有爆发 也不是爆发啦 就是有发生就是活动完以后 发现有人打破玻璃 那重点是这个打破玻璃的动作就算了 他没有去跟那个主办单位报告这件事情 也没有跟那个 反正他没有打算要处理这个打破玻璃的事情 而是让其他人发现 啊这里的玻璃怎么破掉了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糟糕的 就是变道说他们有点是 呃 有点潜逃的心态 那这样子其实就会影响 有可能会影响到主办方愿不愿意再借 因为毕竟呃 好好的一个场地借给你们 然后最后拿回来可能是一个不清洁的环境 而且动 那然后那个还被破坏 那当然你如果真的不是有心要破坏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愿意拿出诚意 好好的赔钱 好好的道歉 其实都是有话可谈 所以那种逃走的心态 真的是不可取 那当然那个官方是有说好像有联系到人了 因为这个真的要逃很难逃啦 到处都有摄影机啦 可是这也是讲到 呃 我们其实这个同仁场啊 就那个现在场地真的越来越 呃 难界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个人 大家太high了 然后那个人流 人多 基本上人多就会乱 所以我觉得 很多地方你要遵守它的规则 就是它说这里不能拍照 那我觉得这是 要遵守的规则这样子 哎呀就突然想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 男朋友露线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 呃被发现有男朋友而言上的事情 这个真的 我觉得好像还蛮多的 但是说真的 我觉得这个超无所谓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啦 你每个人都是人 人就是会谈恋爱 那他今天 你知道有没有男女朋友这种隐私的事情 你连 搞不好连你身边的朋友 你都不愿意透露说 哎我现在在跟一个对象交往了 何况 而且又再加上再更轻一点 甚至连你爸妈 你都不会第一时间 跟说爸爸说 哎我有男朋友 我有女朋友了 那何但你为什么 我一直播我就要说 哎我有男朋友了 我有女朋友 为什么一定要跟一群 我不认识的人报告这么清楚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 就算他今天 呃被发现 啊这个人已经有男朋友 这个人已经有女朋友了 关你屁事啊 真的是关你屁事耶 哎呦这个放大镜真的是 每次挡在中间很讨厌耶 走开啊放大镜 哇塞 哇 1419人耶 我什么时候可以有这样的数字 哎不是 一千多个人 一千多个人太多了 我不求多 后面三位数就好 现在连中午丑相台 都不一定有后面这三位数 我再不求多 再砍个一半 三百多就好了 好了好了 哎 我来看一下 哎 呃 这样第二题 今天的我我也直播了 啊 杂谈已经结束了 差不多 该来玩那一个了 啊对 他们其实确实 他们的经营 不是讲他们经营 大多数人的经营 就 没有 没有他不是 不好意思 我 我 我就是不想 跟我的粉丝 不 大多数确实 就是一个经营的方式 因为如果你直接开始游戏的话 或者是直接开始一些事情 就没有办法跟 那个观众粉丝互动 所以他们会习惯说 我会讲他们 我用他们词 听起来真的很奇怪 但是确实 我没有做这件事 所以我应该是有资格 讲他们的 他 就是会有在 在开始之前 会先跟那个粉丝 大概介绍一下 可能跟聊天室 寒暄一下 这样才有跟一个 聊天室互动 我没有 不好意思 我没有 我没有这个习惯 说真的 我到现在还是超不习惯直播 因为当时转直播 真的就只是为了一个 影片那个演算法分流等等 还有一些游戏 不适合放影片 会拉那个演算法的问题 所以我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的直播 还是偏向就是 用影片的方式经营 就是你们看一个节目 不一定 就是 不一定要跟到我互动 这样子 因为我 其实我也不太想跟人互动 哈哈哈 我就是不想跟人互动 好麻烦哦 我跟人互动 好麻烦哦 我来看一下这个 诶 这边跟他聊天室 诶 真的假的 后面的男的是谁 男朋友吗 怎么想都是男朋友吧 他就这样子 哇塞 你把裤子扎成这样子哦 然后就这样进去了 其实说实在的 他在讲话的时候 你怎么会突然想闯进来 哈哈哈 然后这个 这个我有去查一下 他这个叫 呃 狗里拉 呃 这个字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他是 应该是指 突发配信的意思 由 那个 这个字我没看过 那我就用 那个Google搜寻 他是写 翻译 游击 对 所以我想说 应该是 随 呃 随性的突然开始 那个 直播 那他这边 应该是要 指玩游戏的部分 今天主要是要来玩游戏实况 那我们已经把一些东西 陪谁升级了 那因为最近 升级的关系 所以最近玩的游戏实况 比较多一点 指示储实在是太烦了 我要把这里放大 指示储 因为很烦 哈哈哈 指示储 不要再闭 快闭嘴 指示储闭嘴 哈哈哈 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不是我在讲而已哦 指示储 听到没有 指示储需要帮你们翻译一下 指示储的意思就是 在聊天室指控说 诶 你那里应该要按前面 不是你那里要去那边 左边找一下 诶 那个 你要按A啊 你要那个 你要这里要按跳啊 诶 那里有东西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诶 你应该要先去买 那个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 我明明是玩游戏的人 就聊天室 却一直跟你讲说 你该怎么做 那个就叫做指示储 我今天是玩游戏的人 今天主控权在我身上 OK 你就算提 虽然你们会把它 婉转讲成提意见 但是我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意见 我今天直播玩 就是我要来玩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意见 玩游戏 你知道 那当然你知道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一些态度 我已经懒得管 他们就已经干脆 当把他当成 跟一个聊天室的互动 就听着他们行事 但我不是这样的 你们要去找的话 去找 愿意包容指示储的人 但是我真的要讲 大多数的实况 不要以为指示储 这个行为是被允许的 虽然很多人 可能已经开始 慢慢容忍 但不代表 它是一个对的事情 反正我真的超突然 这个事情 然后他后面是想到说 因为他要变强一点 这样才有机会 跟一些其他的人 一起有机会联动 这应该是在指FPS 类的东西 可是他拿摇杆 FPS拿摇杆 你怎么进来了 在直播中拍摄到了 不该拍的是 记得 后面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在聊天室里头 他突然注意到 在那个聊天室里头 出现了这样的话语 然后往后看 是跟他同居中的男朋友 然后他就赶快 就是说到说 哥哥 你怎么突然跑进来啦 那不知道 可不可以因为这样 这句话而蒙混过去 平常直播的时间 是知道的 但是今天直播的时间 却没有传达到给他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我没看过的字 好像大概是 游击配信 大概就是指突发配信 不是啊 你也可以打开手机 看到有没有 这段直播嘛 今天的直播 是突发直播 和平常直播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 他们这里就开始看到 那个聊天室在讨论说 怎么是在这边 住在这边 没有回去啊 等等的 开始做一些 这方面之一 这边的翻译 我比较不太确定 反正就是 总之聊天室开始在讨论 那那个 怎么会有人在这里的意思 因为至今为止 都没有 都说是 自己是没有男朋友的 那作为一个直播主 来说 那是不是完蛋了 实在我真的是觉得 超无所谓的耶 因为你看哦 我 你虽然会觉得 我没有男朋友 然后后来被发现有男朋友 我要言上这事 可是说真的 我觉得这是很普通耶 你今天就算不看他 他是一个直播者好了 你就算是朋友之间 你后来 呃 他跟你讲 他没有男朋友 那你后来发现有男朋友 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就是 哦 他不想要那么的公开 让大家知道 因为说实在的 你要跟 就算你要跟朋友讲 有时候一定是很害羞 而且你也不确定 未来会不会走 长长久久了 那我讲一个更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我讲一个更直白的 我今年18岁 然后你今天到时候 你发现 没有 他已经五十几岁 我当然是夸大了 谁要告诉你的年纪啊 哈哈哈哈 对吧 那我觉得 你可以听到 就算今天你发现 这是一个 说谎的事情 这也没啥好言上的 我觉得真的是 人之常情耶 就是 虽然你今天 可是今天他作为直播主 所以这件事情 会被放大出力 可是 作为一个人 你把他当个朋友来看 你今天知道 你的朋友跟你说 我还没交男朋友啊 可是你后来发现 他其实已经有一个 男朋友交往了 三四个月 然后你就会想 可是说真的 我就算知道这件事情 就说哇 恭喜 因为毕竟我会觉得说 因为毕竟刚交往啊 也不一定想这样 就算交往了几年 他会想说 我们可能真的 没有到那么熟到 他会想要介绍 给我这样而已啊 然后你可以 你看哦 连朋友之间 我都会考虑 我可能没那么熟 才会想 反正我也不在乎 这件事情 但问题是 观众跟直播主 你们很熟吗 你们很熟吗 这根本关你屁事 好啦 我周围是没有遇过 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就是 很不能理解 这样的事情就是 但是有这样的数字出来 或许他没有回去 是一件好事 所以就是指说 爆红了 这其实某方面 不叫爆红 这个只是一时了 沿上只是一时了 一点不能当一个好事情 哇 我那个观看 观看人数 超过了1400人 谢谢 这样的数字 是平常的 十倍以上的 那个观看者 真是太高兴了 沿上上发 真的是会让人上瘾了 哎 我讲真的 这个超不可取的 就是这个想法 我觉得 我不知道 你知道作为一个直播主 我觉得 你真的在做直播的人 一般来说 不会这样想 你会这样想的 都是没有做过直播的人 他们常常会拿来讽刺说 哇 你看到这个影片 现在有一堆人点进来 哇 你现在观看很高 什么 可是你去看 这种沿上的这种直播 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 现在接触网络 可能有多少看到一些 可能比较争议的话题 有点烧起来的话题 然后你就会点进去 有很多人去看的那种影片 或者是直播等等 可是你会发现 那个东西 真的只是一时的 你就那个 你会看到说 那时候可能真的 他有一千多个人在看 然后可能隔几天 他开来以后 可能还是有三四百个人 想要后面听听 有没有其他八卦 可是你再过一个礼拜 甚至一个礼拜 可能搞不好还在少 你再等个两个礼拜 到一个月 你再去看 搞不好他的直播人数 平常可能有一百多个人 直接掉到只剩十几个人 然后那个数字 是怎么救都救不回来的 很难救 真的很难救 所以你说岩上的伤法 因为岩上的事情 导致这频道被注目 然后人就开始躲 不可能 你们自己讲讲看 你们有多少个 现在还在关注频道 是因为 他当时岩上 所以我关注他 我现在还在看他的频道 哪来了 哪有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就像一坨卫生纸 烧起来了 火很旺 卫生纸就没了 意思是一模一样东西 所以他才叫岩上 我觉得岩上一点都不好 你当下那么多人 然后甚至还可能会被别人嫌弃说 这个东西怎么还开收益 然后你就算真的 好 这一边真的超多人 超多观看 然后你知道 之后真的是没有 完全没有 很难救 这一点都不好 完全不想遇到 虽然前面那个东西 真的就是 跟我为别 完全一点 沾不着边 第一个是网美 第二个是男女朋友的问题 可是却还蛮有感想的原因 是因为 毕竟都是做 直播相关的 所以会对这块 比较了解 一点点 这里就有一些感想 来看一下 下一个 加工芭蕾 因为做了那个加工的动作 被发现的沿上 烦死了 他这个修照片修到 这太修到太扯了 不是 你在上传的时候 你会不会没看到吗 这太多了啦 虽然这游戏 为了要让你明显点 怕你找不到 他这个 这个 网路上具有影响力的人 他主要是在分享一些 生活相关 比较有一点 时髦相关的 写真 照片 在那个社群上 那今天的 写真 是不是有一点 太天真的呢 首先 是这里 怎么有一种 时空开始扭曲的感觉 超时空扭曲 进 Glass 玻璃都已经呈现 弯曲的状态了 然后 玻璃所印的 那个写真 才是真实的样貌吗 所以他在指 那个现在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他用那个 液化 拉那个胸部 拉太大 然后再来是 那个左边的镜子 才是真正拍 是他实际 胸部带的大小 不是耶 你知道就 液化 没有那么的万能 好吧 你真的已经 平到那种 程度的情况下 你再怎么拉 那个解析路 也还是很模糊 只是拉一点点 好吗 相反的 另外一边 是不是太瘦了 所以是指 腰的部分 你看那个 你知道 然后 他虽然现在讲 那个 腰瘦的部分 但是你看他的手 他这个 其实你知道 我刚刚 虽然看这个画 乱七八糟 但是他其实 有把这个手 液化 给用出来 确实 他今天画完这个符 然后我再随便 液化拉一拉 然后就可以交叉 但是我觉得 这个还蛮好笑 是他把 那个手 那个手 那个凹凸的感觉 又出来了 这个真的有 现实是有看过 有人这个状况 但不会一次 在同一张照片里 这个胸汉 那个身体的平衡度 是不是太奇怪了 因为有点加工过头 都已经有点 失去自我的感觉 难道说 脸上消失 脸上的那个 也消除掉了 加工后的脸 没有加工后的脸 在哪里找一下呢 不是 都这么明显 这个人到底上传的时候 他是 他上传的时候 他本来是要 把他裁切纸 裁切这里 然后就不小心 把整张上传了 是不是 我说真的 我刚刚真的 没有注意到 这个字 我一开始 只有想到 就是他的脸 那样子而已 然后这里 他还有把字 给用掉 我觉得他这张 虽然看起来乱七八糟 可是他有很多细节 都放进去 有一颗很大的字 说实在 有没有这个字 都无所谓 有需要特别 去把这个东西 消掉吗 他在这张照片 打了一个 tag打在巴黎 但是这其实 是骗人的 那为什么呢 可是 现在很多国外 都有那一种 亚洲餐厅 日本餐厅 他们也是写 这些 我们讲台湾就好了 随便走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 一些日文的 拉面餐厅 然后他也是写日文 可以看到 写着日本语的 那个 刊版 那他本来是 做一些 在 比较人在 话题上 主要是在做一些 关于时髦 相关的 那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 已经开始 掉落了 因为被发现说 他对于照片 过一些 过度加工的关系 那他再重新再起来的话 是比较困难一些的 讲实在 你知道 因为毕竟 我已经看第二次了 所以我已经来得翻译 太细 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了 我觉得你知道 如果他今天这个 照片 改照片 他有把这个照片 写得很清楚 说 我是改 可是真的有人这样做 就是大魔改照片 可是他会放前 跟后 那 可是他的主题 就是毕竟 他就是这样 我魔改照片 前跟后 你只会觉得 哇 这个技术好酷哦 但是刚刚的技术 是蛮烂的 哈哈哈哈 那 他这个确实 我觉得 可以理解 被言上 因为毕竟他是做 那个 呃 一些流行话 这样 那大家要看 就是他人人嘛 那今天如果 他是没有讲的情况下 然后去 呃 做这个 的话 那你就会 后来被发现的话 确实会觉得被骗 但是说实在 就算被骗 我也不会去 无聊到 去骂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 我觉得 因为 如果 跟自己不相关的事情 就 好懒得 在网路上吵啊 但是就算自己 跟相关的事情 我也不一定会吵啊 哈哈哈哈 看一看啊 真的是 我觉得网路上 就是 有时候 有一些人 因为毕竟在生活上面 压力很大 然后网路上 他们可能会觉得 言论上 就可以很随便 我觉得其实 也没有到 我觉得真的要注意啦 就是 也不是能说 讲话那么随便 很多事情 还是要负责 所以其实 今天 不管是在生活 现实 网路上 讲出来的话 我觉得 还是都要负责 所以不能因为 啊 我在网路上 我就随便骂一骂 啊 输压完了 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情 都还是要注意啦 因为毕竟 人言可畏啊 言上就是 开始几个人 一起吵吵吵 变成一个大吵的事情 那真的可能会影响到 一个人 现实生活 不止一个人 很多人 现实生活中的状况 那这样真的有 比较好 我也不确定 那当然 这些言上 毕竟一定是有 他的理由在的 那有可能是 大众上不能接受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 那我觉得 有一些人 可能会觉得事情 呃 事情其实真的 没有到那么严重 但是就在网络上 被放大 那当然违法的事情 是绝对不可以 不知道后面 会不会有违法的事情 我们到时候来看看 因为六十几则故事 六十几个言上 他想六十几个言上 但是依照我 对这游戏的认识 他应该到后面 故事就已经开始 乱七八糟 也搞不懂 还会不会 真的认真写下去 真的还蛮好奇 他后面 还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那 那可是因为 毕竟 这个的 影片流量观看 我觉得应该 不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不知道 有没有那个机会 我们可以来看完 这个六十则故事 那今天会突然想说 要来 拍这个影片 是因为那个 近期我们的频道 全部都是 联动的影片 那我觉得这样子 以频道来说 是不太健康的 虽然你们看 我们玩联动 会觉得 相对的会觉得 很好笑 跟大家一起玩 很有趣 可是如果今天 所有的影片 都是跟别人玩的影片 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 你怎么不找 谁跟谁一起玩 我想要看 你跟谁一起去玩 你可以找 那个谁谁谁 去玩 那个游戏 那就变到说 喵哈这个存在 变成 喵哈是跟 别人玩 才有看头 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 非常不健康的方向 所以我会 基本上会 还是希望 我的频道 还是有多一点 我自己个人的 游戏的影片内容 这样比较 才有我自己的 频道的感觉 那本来 本来 我们应该是要 连载纸片 马利欧 路易 鬼屋 之类的 但是那个观看 真的太差了 所以我只能砍掉 因为他观看 一开始第一节观看 只有2000 那以前 以前第一节观看 是可以到1万多 然后再慢慢掉到5000 再慢慢掉到最后 只剩2000多 这样是OK 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一开始 就只有2000 那我真的不敢想象 当我们连载到 20几集的时候 会不会观看 只剩下500 所以这是我不敢碰的地方 那这款游戏 我会碰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随时可以把它断掉 但是只骗马利欧 他们不行的原因 是因为 他们是一个长剧情 他那个 我们真的玩完了以后 我真的觉得 那个至少 我会拍个二三十集吧 他内容真的是蛮长的 所以就是变到说 我们可能会近期 这种单人的小游戏 会可能各种游戏 都玩一玩吧 就是这种小游戏 因为我觉得 依照目前的情况 这款游戏要玩完 以观看来说 要玩完 有点困难 所以可能就会变到 一直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换一些新口味 就是大家吃腻了以后 就换一个口味 吃腻了以后 就换一个口味 那我还是会尽量 维持一个单人游戏的部分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的频道的观看 不然我今天有点惨惨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第二次 好嘞 拍了第二次 哈哈哈哈 我刚刚有尽量把一些 因为我有剪片 因为我录影完 然后就会马上剪片 所以我有印象的话题 有再全部提进去 但好像也漏了一些话题 但是也有一些 玩第二次才看到的话题 那只有我知道 哈哈哈哈 只有我知道是哪些 但是应该还OK吧 还行吧 好啦 那但是我觉得第二次 在翻译上比较顺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会有花很多时间暂停 去查东西 那第二次的话 我已经知道内容的话 我就比较好讲 那这 但是这里大概是我剪片 比较方便啦 好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 录影第二次我要死掉 而且我还要再剪第二次 我要剪第二次了 我们继续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